六歲女童遭到性侵 法院因為未違反女童意願 侵犯二郎三年兩個月 2010年民眾串聯白玫瑰運動 怒吼開除不適任法官 拒絕同學法官 拒絕同學法官 2017年四歲秋姓女童 遭母親同居人虐待 慘死 同居人因殺人不確定故意 遭判無期徒刑定宴 你殺一個小兒子你就不用死刑 他還不會跟你謊看 他什麼都不懂 2021年12月26日 林先生攜妻女步行愛河邊搬馬線 遭到酒駕冠犯撞上 妻子當場身亡 林先生與兩個女兒重傷 范嫌遭處九年十個月確定 我覺得台灣司法正義已死 漠視這些酒駕壘伴 在大馬路上公然的進行大屠殺 虐童致死酒駕獨駕害命 犯嫌生殺量刑引發爭議 恐龍法官恐龍判決不是新鮮詞 根據中正大學犯罪研究中心調查 民眾對於法官能公正審理刑案的信賴度 大約落在三成左右 普遍偏低 我可能就是那個社會上會評論的 奶嘴兼恐龍法官這樣子 在法庭上也有問過我說 法官你幾歲你審過多少案件這樣子 司法信賴度低落社會上也有人認為 法官社會經歷不足可能不堪審判大任 年僅30出頭的法官黃志浩就曾公然遭到挑戰 想要彌合司法信賴度司法院就設計了一套 結合陪審制與參審制的國民法官心智 陪審最簡單的講就如同大家看美國的電視電影 他是人民單獨組成 然後由他完全的認定事實 也就是我們常常講的陪審團審理完了以後 決定被告有罪或無罪 這個沒有職業法官的參與 但是參審就不一樣了 參審就是國民法官跟職業法官 做在一起都一樣 所以從認定事實適用法律 甚至到最後量刑都是一起的 屬於英美法系的英國與美國 擁有悠久的陪審制歷史 在何一廷上面國民的人數是多於法官的 而選任的方式就是逐案選任 而屬於歐陸法系的法國德國則是使用參審制 何一廷國民人數比較少 選任的方式則是任期制 而我國的國民法官制度 除了學習參審制 職業與素人法官和審和判以外 何一廷組成是六位國民法官和三位職業法官 和選任方式都適合陪審制相仿 如果國民法官的人數比職業法官少 那大家就會說 國民法官就花瓶 你還是職業法官多 那一表決 那當然職業法官贏 是六比三 這個顯然比職業法官的數目 真的多了一倍 那就是要彰顯 我們注重國民法官的意見 注重他的看法 不過也有人認為 職業法官的意見 是否會對國民法官的想法 產生權威效應 有些就是他們會講到 就是說我們會有權威效應 變成其實都是 國民就是 都是職業法官在主導這樣子 但是我可以很勇敢的說 其實這一件案件 我們真的就是 都只是事宜而已 我們不會講一個標準答案 或是正確的答案 跟他們說一定要怎麼樣 國民法官參審 不只重大案件 納入多元意見 也因為素人參與 讓整個審判環境 變得更加親民 在整個開庭的過程中 律師跟檢察官 包括法官 不管是在口語的表達 或者是說 在問問題的時候 都會很簡單 或是說非常的白話跟口語 我覺得它最重要的就是 法律不再只是 專業人士的遊戲規則 而是可以讓我們要顧及到 不是法律專業的人 他們今天也參與判斷了 那如何讓他們聽得懂 讓他們可以接受 不過新制度 為了減輕國民法官的負擔 改採見證不並送 也就是法官事前 無法取得檢察官的起訴書 證物以及案件資料 專家認為部分過程 因此而簡化 產生了爭議 尤其關於他有沒有 行為能力的鑑定報告 出來了以後 我辯方認為 這個鑑定報告的過程 是有問題的 我希望法務院再做鑑定 那以往的法官 是拿著鑑定報告 針對辯方提出來的問題 他覺得有疑義的 他就會再做鑑定 可是現在法官看不到 所以他就煩惱 還是說 那我聽你辯方這裡再做鑑定 他也拿不到鑑定報告 那萬一兩個報告結果不一樣 我會對國民法官造成 過度的負擔嗎 他就傾向說 那我們就先不要再做鑑定 透過國民參與審判 讓審判環境有機會 變得更加白話透明 另一方面也讓民眾 有機會了解 依法判決的重要性 然而為了避免造成 國民法官的負擔 先制仍有部分程序上的爭議 有待更加細緻化 對阿姨 我為了 即使 兩邊 我們 有視訊